在我们每天喝的白开水、茶和咖啡之间, 居然隐藏着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健康秘密, 一般人以为最健康的饮品, 结果可能大不如我们想的那样, 早上起床后, 应该先喝一杯温开水, 还是马上泡壶热茶, 下午昏昏欲睡时, 究竟是一杯浓茶提神效果好, 还是来杯咖啡更有劲, 这些看似平常的小选择, 其实对我们的健康, 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, 随着年纪增长, 每天喝对东西更是养生的关键, 也许你也曾经疑惑过, 每天多喝水不是最健康的吗? 喝茶可以抗衰老, 应该没错吧, 那咖啡呢, 会不会伤心脏呢?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揭开喝水、 喝茶和喝咖啡的健康之谜, 专家对一万多人的体检报告, 进行深入分析对比, 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果, 原来大家认为最健康的那一样, 未必真的是赢家, 先等等, 在揭晓真相之前, 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, 请先订阅我们的频道, 并开启通知, 小铃铛点起来, 因为在这里, 我们专注分享, 没人告诉你的, 实用健康真相, 我也想知道, 您心中的答案, 您觉得, 三者之中, 哪一个最最健康呢? 如果您认为是白开水, 请在留言区输入一, 觉得是茶, 输入二, 如果觉得是咖啡, 输入三, 看看等会儿, 揭晓时, 您是否猜对了? 很多人的观念里, 早已有定论, 第一, 白开水是生命之源, 当然最健康, 第二, 茶虽养生, 但喝不对, 会伤胃, 影响睡眠, 并非万无一失, 第三, 咖啡虽能提神, 可是让人心悸, 失眠, 长辈们总说咖啡喝多了, 对身体不好, 这些想法是不是也深深印在你的脑海中, 现在, 我们是时候重新检视这些观念了, 真相可能超乎你的想象, 首先, 我们就从最基本的饮品, 也就是水, 开始说起, 水, 人人都离不开, 它被誉为生命之源, 也是最便宜的长寿药, 人体有超过六成的组成是水分, 大脑中含水量更是高达七成左右, 可见水对我们的重要性多么巨大, 然而你可能想不到, 居然有将近九成的人平常喝错了水, 喝错水会悄悄埋下健康隐患, 很多人渴了才喝, 不渴就不喝, 身体常处在轻微脱水状态, 也有人嫌麻烦, 整天拿茶, 咖啡当水喝, 真正的白开水严重不足, 还有些人平时不喝水, 一口气要等渴了才灌下一大瓶, 以上这些错误习惯, 其实都在默默伤害我们的健康, 许多人不知道, 长期处于脱水状态, 不仅影响身体机能, 还会拖累情绪和脑力, 研究发现, 当人体缺水时, 人会感到更疲倦, 注意力难以集中, 连幸福感都会下降, 试想, 如果每天都因为喝水不足而精神不济, 健康状况又怎么可能达到最佳呢? 所以啊, 喝对水真是维持活力的第一步, 水有着天然的排毒功效, 每天喝足约1.5公升的水, 才能让身体正常运转, 还能大幅降低肾结石的风险, 让皮肤保持滋润, 斑点变淡, 有趣的是, 曾有报道指出, 如果一个人戒掉所有含糖饮料含酒精, 连续30天只喝白开水, 他的认知能力和心肺功能都会有显著提升, 当然, 一般人未必做得到这么极端, 但这个实验恰恰说明了白开水对健康的巨大价值, 就拿北京有位李伯伯来说, 他是退休老师, 10年来坚持每天喝足8杯水, 大约将近2公升, 李伯伯每天随身带着一个装满温开水的大水壶, 走到哪都记得, 错上一口, 刚开始有人笑他上厕所特别频繁, 老人家却不以为意, 等到体检报告一出炉, 大家才对他佩服不已, 纷纷向他取经, 最近体检时他的尿酸值一直很稳定, 医生说他的肾脏功能像年轻人一样好, 反观他身边好几位朋友, 痛风三天两头发作, 看到李伯伯怎么吃都没事, 对他的养生秘诀真是又佩服又羡慕, 充足的水分还能稀释血液, 特别是在早晨, 我们的血液比较粘稠, 一杯温开水下肚, 能降低血液粘稠度, 有效减少清晨心肌梗塞的风险, 很多医生和营养师都强调, 两杯救命水的重要性, 睡前半杯水, 能在夜里保持血液循环顺畅, 预防血栓, 隔天早上空腹一杯温开水, 可以唤醒肠胃, 促进蠕动, 缓解便秘, 并且启动一天的代谢, 当然, 喝水也是有讲究的, 正确的方法是小口慢慢喝, 每次大约100到150毫升, 让身体逐步吸收, 千万不要牛饮猛罐, 水温最好接近体温, 约40度左右的温开水最养胃, 太冰或太烫都不好, 冰水可能刺激肠胃, 引发不适, 过烫则会烫伤食道粘膜, 长期喝太烫还可能增加食道病变风险, 所以, 要养成均匀喝水的习惯, 细水长流, 避免可及了才狂灌, 每天至少喝够1500到1700毫升的水, 约6到8杯, 对维持健康至关重要, 尤其上了年纪的人, 口渴感较迟钝, 更要主动喝水, 不要等到嘴干舌燥才想起来, 每天清晨坚持第一件事喝一杯温水, 你会发现精神更好了, 血压更稳定了, 整个人的健康状态都会慢慢改善, 另外, 不管您多爱喝茶或咖啡, 都不能用它们来完全取代白开水, 毕竟, 茶喝咖啡里的咖啡因会加速水分流失, 如果不多喝白水, 反而可能让身体缺水, 记住, 白开水始终是不可或缺的,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茶, 茶可是养生界的千年网红, 但你知道吗, 喝茶如果方法不对, 也可能伤身, 有研究指出, 每天喝上三杯茶的人,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能降低不少, 这是因为茶叶中富含的茶多酚, 是强力的抗氧化明星, 能稳定血糖与血脂, 减少血管堵塞的几率, 并且调节代谢功能, 老一辈常说茶解油腻, 确实很有道理, 茶叶中的咖啡碱, 也就是所谓的茶碱, 能抑制坏菌之身, 促进消化, 饭后喝杯茶, 真的有助于瓜油解腻, 让人感觉比较舒服, 茶的养生威力, 不只停留在传说, 浙江有位张阿姨, 今年80岁, 但精神绝朔, 身体硬朗, 她从40岁开始就养成习惯, 每天必喝一壶龙井茶, 她每天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, 就是烧一壶热水泡茶, 那壶清香的龙井茶, 能从早喝到晚, 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, 邻居们都笑称张阿姨家的茶壶, 简直从不离手, 唐年累月下来, 她的血管弹性比同龄人好得多, 医生说她的血管状态, 仿佛年轻了20岁, 张阿姨笑着说, 她每天早上那杯茶, 就是她的洞灵秘密, 其实像张阿姨这样, 因长期饮茶而受惠的例子, 还有很多, 不少长寿老人, 都把每日品茶当成习惯, 现代研究也给出支持, 经常喝茶的人, 心脏病, 中风等风险更低, 总体寿命往往更长, 茶, 真可说是健康长寿的天然凉拌, 不过, 喝茶也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, 首先, 茶最好在饭后一小时左右再喝, 千万不要空腹喝浓茶, 不然会刺激胃酸分泌, 让胃不舒服, 还有几个喝茶的禁忌一定要避开, 泡太久的浓茶不要喝, 茶叶泡得又浓又久, 不但苦涩, 还可能滋生细菌, 刚冲泡完成, 还烫得冒烟的热茶, 先晾一晾再喝, 太烫的茶水, 会烫伤喉咙咙和食道黏膜, 放了一整夜, 甚至变质的隔夜茶, 更是千万别喝, 以免细菌滋生, 一般来说, 每天喝上一到两杯清淡的茶就足够了, 例如清香的绿茶, 或半发酵的乌龙茶, 都是不错的选择, 下午过后就别大量喝浓茶, 否则晚上可能因为兴奋提神, 而睡不着觉, 各类茶叶其实都有各自的特色, 也不尽相同, 例如绿茶未发酵, 茶多酚含量最高, 抗氧化效果一流, 乌龙茶属于半发酵茶, 温和顺口, 据说有助促进脂肪代谢, 红茶是全发酵茶, 滋味醇厚, 咖啡因含量相对较高, 但提神效果也最明显, 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喜好选择茶种, 只要记住别泡得过浓, 别喝太晚就好, 掌握了正确的方法, 茶就真是一种健康佳品, 适量饮茶, 能让我们在享受芳香甘醇的同时, 默默地保护心血管, 调理肠胃, 控制体重, 难怪自古以来茶, 都是长寿老人的最爱之一, 最后, 让我们来聊聊咖啡, 咖啡是许多人每天的提神力气, 但你可能也听说, 喝太多咖啡会有健康隐忧, 适量喝咖啡其实好处多多, 它不仅不会伤身, 还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益处, 研究显示, 适度饮用咖啡, 可以降低罹患帕金生症的风险, 咖啡因能刺激神经, 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, 加速新陈代谢, 帮助脂肪燃烧, 同时促进多巴胺分泌, 让人心情愉悦, 有些上班族觉得喝完咖啡, 工作特别有劲, 这并不是错觉, 更令人惊喜的是, 适量咖啡对中老年人的大脑和心血管, 也有潜在益处, 有研究发现, 每天习惯喝咖啡的人, 发生失智症和中风的风险, 都比不喝咖啡的人来得低,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意外呢? 咖啡里还藏着对健康有益的物质, 比如其中的绿原酸, 就是天然的抗氧化成分, 对抗发炎和老化都有帮助, 相信不少银发族朋友听到咖啡两制, 脑中浮现的都是心悸, 血压飙高, 睡不着等负面印象, 但真相是, 只要控制好分量, 咖啡完全可以是健康饮品的一员, 上海有位王阿姨今年74岁, 别人上了年纪都怕咖啡会刺激血压或血糖, 但王阿姨偏不信邪, 她每天早上照样来一杯香浓拿铁, 而且从不加糖, 一开始, 她的子女还担心长辈喝咖啡, 对心脏不好会不会睡不着, 但王阿姨笑着摆摆手, 说她每天早上那杯咖啡就是她的快乐泉源, 多年下来, 她的血糖一直维持得非常稳定, 整体健康状况令人称陷, 这也让医生们改观, 原来咖啡只要喝得对, 对血糖代谢还有正面作用呢? 当然, 咖啡再好也要适可而止, 过量咖啡因摄取可能导致手抖, 心悸, 焦虑, 甚至失眠, 一般建议每天摄入的咖啡因不要超过300毫克, 大约相当于2-3杯美食咖啡, 下午或傍晚尽量别再喝含咖啡因的饮料, 特别是傍晚6点以后更应该借咖啡, 否则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可就麻烦了, 还有, 喝咖啡时最好别搭配高糖的甜点, 也避免在咖啡中加过多的糖和奶精, 否则咖啡本身的热量不高, 却会因为额外的糖分和反式脂肪让你发福, 三高早上门, 另外, 不同咖啡饮品的健康程度差别也很大, 最推荐的是不加糖的黑咖啡, 热量几乎为零, 拿铁或卡布奇诺因为加了牛奶, 虽然增加了钙质和蛋白质, 但热量也比较高, 要着量享用, 至于市售方便的三合一集容咖啡包, 通常含有大量的糖和奶精, 也就是含反式脂肪的脂脂末, 经常饮用不利健康, 建议少碰微妙, 另外要提醒的是, 如果本身有胃溃疡, 严重胃食道逆流, 或对咖啡因特别敏感的人, 喝咖啡就要更加小心, 可以改在饭后喝, 或者选择低咖啡因, 甚至无咖啡因的版本, 减少对胃的刺激, 总之, 适量且正确的喝咖啡, 不但无害, 还可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健康注意, 那么, 综合来看, 喝水, 喝茶, 喝咖啡哪个更健康呢? 专家团队对超过一万份体检报告的分析, 给出了答案, 如果您一开始就猜对是茶, 恭喜您, 果然很有眼光, 如果您猜的是水或咖啡, 也别气馁, 现在您已经知道了正确答案, 结果可能让人有些意外, 总体健康评分最高的是喝茶的人, 喝白开水的人赤汁, 喝咖啡的人略逊一筹, 但其实三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大, 分数差只有约5%, 也就是说, 关键不在于选择哪一种灵丹妙药, 而是在于您如何饮用和搭配, 具体来说, 在肠胃健康方面, 常喝茶的人表现最佳, 经常喝咖啡的人中, 有一部分出现胃酸过多, 胃部不适的情况, 茶对胃的刺激明显比咖啡小, 心血管指标上, 爱喝开水的人血压最稳定, 长期大量喝咖啡的人, 坏胆固醇水平平均略高一些, 不过这些指标的差异都不算悬殊, 只要注意控制量, 其实都在健康范围内, 如果把它们拟人化, 水就像我们身体的清道夫和润滑剂, 帮助排出废物, 让运转流畅, 茶就好比温和的保健医生, 日复一日为我们调理身体, 保护血管, 咖啡则像精神加油站, 在我们疲惫时给予强力一击, 但再好的帮手, 用错了方法也可能适得其反, 总而言之, 水、茶、咖啡各有各的优点, 也各自存在需要注意的地方, 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偏废任何一方, 关键在于根据自己的体质和需求, 合理的选择和搭配, 最基础的做法, 是每天先确保喝足至少1500毫升的水, 这是身体健康的地基, 然后, 您可以在此之上升级配方, 例如上午喝杯淡茶提神养生, 下午适量来杯黑咖啡提振精神, 一边补充茶香带来的抗氧化保护, 一边享受咖啡带来的代谢加速效果, 当然, 前提是避开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雷区, 不要空腹喝茶, 不要一次灌太多水, 也别喝烫到舌头的水或茶等等, 看到这里, 相信您已经明白了, 其实真正健康的生活方式, 往往就是在这些细节中做出正确选择, 水也好, 茶也好, 咖啡也好, 只要适度饮用, 正确饮用, 都能成为守护我们健康的好伙伴, 而不该被贴上绝对的好或坏标签, 比起那些充斥添加糖的饮料, 或者添加的保健补品, 我们手中的茶杯, 咖啡杯, 才是真正物美价廉的养生利器啊, 现在, 就让我们一起定下健康约定, 从今天开始, 好好喝水, 每天至少喝满6到8杯, 喜欢喝茶的朋友, 记得用正确的方法品茶, 不空腹, 不过量, 爱喝咖啡的朋友, 也请握紧适量这两个字, 别忘了咖啡最迷人的好处, 只有在4度时才会出现, 当你每天举起水杯, 茶杯, 咖啡杯的时候, 请记得今天的分享, 健康就蕴藏在这些看似频繁的选择里, 希望每一位观众朋友都能喝出健康, 活出精彩, 让我们以后继续在这条追求健康的旅程中同行, 如果您觉得这段影片对您有帮助, 也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, 祝大家身体安康, 长命百岁,